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是 我兩位長官給您介紹 站在我右邊這位師弟 妳來… 台中有一塊師弟有很多的那個野鳥 所以我們要保護師弟 讓你的生態平衡 是 我們這位師弟不容易 大家看平中是這樣 瘋瘋癲癲的胡言亂語 沒錯 這是沒錯 但是 它是一個飽毒師叔的才子 是嗎 不敢… 如果說起我的這個才華呢 哪有呢 這個師兄的三分之七 三分之七 好像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點 沒有啦 又說不對 我是說論才學 您絕對是在我之上 所以呢 我豈敢敢在這個 關公面前吃便當的 儘管吃吧 抓大刀 抓大刀 我哪敢拿著大刀吃便當的 用刀的確不太好吃便當 都用筷子 他就喜歡這樣胡言亂 但是沒關係 我要請教一下 請問你什麼叫做風流 最好 這妳說的 這一定是某部片子 風流一聲巧合聲 就這樣… 翔哥要我背奔 喂 是什麼 翔哥借我 我也要看 真的要看嗎 借我看 這樣這樣子 等我看完了 我再燒給你 燒給我 好啊 七天一定會到 等一下… 亂七八糟 我們節目是相當有深度的 對… 我們要報名參加金鐘獎 是… 剛才說這個風流人物 不是說什麼藝星 也不是說什麼老闆 老闆也不是 而是明朝江南四大財子之首 外號叫做 詩畫雙絕的唐伯虎 漂亮 說到這個唐伯虎的詩語話 可是徐徐如生 意盡深遠 但大多數人卻不知道 這也是唐伯虎當年 拿來把妹的工具 他很會把妹喔 寫詩 寫詩可以把妹 當然啦 當時邱翔對他 他為了這件事情的混進化府 而且他寫了一首有趣的 長頭詩 我給兩位瞧瞧 什麼長頭詩 長頭詩起來 所謂長頭詩的 看起來好像是工整的詩 但是其中有單英文字 另外有另外不同的意思在 我先唸 藏在詩裡面的 待會兒我給他再看 OK 他上一句叫做 我愛藍江水悠悠 好 愛晚亭上枫葉愁 秋月融融照佛寺 香菸鳥鳥 繞金樓 讚 很好的詩 好奇怪 長頭詩 我愛秋香 把那個阿易表達在詩裡面 很厲害 當然… 他當年寫了一首詩的 因為我的呢 他知道日後我會看到這首詩 所以留給我的 因為你好 來 聽一下 好 叫聲嘹亮 化美鳥 妳是多好 讚 我要抓它卻被咬 美中不足欲作霸 男女老幼卻大笑 來… 叫我美男 這樣妳也讓我看 就是妳美男 請問一下 妳是哪一位美男 妳是這樣 妳是哪一位 大家聽清楚了 是 韓國 李敏浩 浩 浩 浩浩 浩浩 喂 師兄 你要當李敏浩是不是 那你幫我做一個長頭詩 我以後就叫你李敏浩 這個簡單 來…看我的 預備 阿里山上火車走 起見櫻花掛樹頭 你看這個多好 旁邊 櫻花 比較有意境 三五好友 騎邀約 好 八步橫音 把歌奏 好棒 有畫面又有音樂 長頭把它取出來 前面四個字 這個好像會 這個阿喜三八 師兄很過分 這還有可可唱 阿喜 阿喜三八 怎麼李敏浩 李浩泰 李浩泰不錯 喂 李浩泰先生 來 師兄 我跟你說 你不要跟阿憲 我幫你寫一首 師兄 以前有一個叫曹植的有沒有 七步橙刺 你怕七步 七步橙刺 我不一樣 你六步 沒有 我在吸一口氣 一格橙刺 我製成一格 來 這應該上臨時這樣 童派汹湧一片海 兄弟齊心越過山 讚 若問誰能得青睞 讚 猴子猴孫創未來 那請問開頭的四個字叫做 對… 童兄若猴 沒有 這個跟古生若想 這堪稱當代的兩首大師 古生哪一樣 你心裡跟他買就對了 沒有 哪有看到高山 高山會 高山會流水 好啦 我有借償到 是 我們要說唐伯虎 相信觀眾對這個故事印象很深刻 是 歡迎 歡迎 不如今天就帶著大家重回明朝 看看江南四大才子 只守著唐伯虎 如何在一堆競爭者當中一軍突擊 最後呢 如願報得秋香美人歸了 一起來欣賞 今天 孝林穿樂劇 唐伯虎 點秋香 孝林穿樂劇 唐伯虎 點秋香 即將登場 幹過我三關 球香就許配給你了 不怕你不成 那三關請出招 三十秒內 坐過五顆氣球 幾乎過關 我 嘿 用力 用力 跳高 用力 二 三 跳起來 三 走 走 走 跨步人 跨步人 來 等一下 這一次呢 把球放特別深 你這樣 來 這邊 來 預備 開始 來